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时时报 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一讲全国政协 它每年办的这个新年茶花会里面有什么门道 那今年呢,CCTV公布了茶花会的视频 有些人出现了,有些人没出现 那出现这些人呢,可能有些是本来说不会出现的 比如就像这个李源潮啊 据说他是被双规了,应该不会出现在茶花会上的 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他 所以我们请新闻观察员何平先生先来说说 他为什么出现了呢 新闻观察语言就是万里有 什么都可以观察,什么都可以说 尤其是网友大家有什么疑问 每天提出来我们可能就例行这个节目 只要我在办公室 我就尽量给大家去讲一下我的角度,我的观察 但是观察不承担任何责任 只是一家之年 讲到李源潮,实际上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最近几年讲,虽然李源潮没有什么权利 他是国家副主席,专门办商事 专门哪一个地方有什么表面上重要 但实际上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要有一定级别的人去参加 那李源潮同志就去参加了 他虽然是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 但是我都很怀疑他有没有办公室 因为国家主席在中国的权力框架里面 就是一个指使拿来做访问和某一种名义 他并不是真正具有失去内涵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因为李源潮曾经是中国政治上非常耀眼的一颗信心 他负责过组织人事工作,又是太子党又是共产团 但是18代的时候他没有成为常委,成为政治局委员 一直关于他的传闻不断 主要是因为他跟胡锦涛关系很好 跟曾经关系也挺好 尤其是另计划,说两个人在18代之前 策划了一场党内的所谓的民主策略 或者是党内民主的方式,就变成是野心家 加上他的小舅族有一些问题 所以就一直对他有传闻,要抓他 但是一直到王岐山同志下台了,还是没有被抓 那么早一段时间,三四天前,香港的媒体,台湾的媒体就开始传出来 网上就说李源潮已经被抓了 而且随随随随被抓 那么点点今天事,专门做了一个节目 详细请看点点今天事,我顺便做个广告 那么在这个节目里面,我的标题里面讲得很明确 就是其实抓不抓李源潮,意思都不大了 因为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没有权利 他的被抓在中国政治上已经不具有指标意义了 我的建议就是放掉他算了 没想到,我们中央,不是我们中央,也不是你们中央 您老说我是你五毛,这个已经把我定义了 我就讲这个党中央,是不是看了点点今天事不知道 但是李源潮同志出席这个活动,我还是比较高兴的 原因为什么呢? 这无关于中国的政治生态 因为我有太多的朋友,跟李源潮有关系 他们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共青团同事 跟李源潮打过很多交道 虽然觉得李源潮后来是霸道之前几年 有一点开始疏远他的老朋友 有一点开始霸道 但是从整体来讲,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他原来就想当一个学者,想当一个数学家 所以他在复旦大学读数学的时候 就是想当苏不清的研究生 那个是复旦大学的校长 是著名的数学家 但是没有想到陈北显就是他爸爸的老领导 把他一下子提拔了三个人 一个是曾庆红,一个是李源潮,一个是杨兵波 杨兵波是在浙江当过习近平的副首 习近平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是副书记 后来就当了这些主席,解决了郑普京 但是这个人对政治没什么兴趣 所以平安着陆了 曾庆红后来就声称这个位置,大家都知道了 李源潮也升上来了 本来是要成为十八大上的政治信心 是九大上会更进一步 结果呢,十八大的时候没有进常委 九大的时候,你中央委员都没有 那就意味着他要完了 而且早一段时间 他是中共中央港澳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那么香港的特首到北京去续职 那么他没有出现 所以就关于他的不利传闻就传出来了 那我就做了一个节目 我说抓不抓他 都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他没有应得权力 那么就是放过他比较好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老虎 虽然他有没有经济问题 有没有其他问题 你说谁没有啊 抓领导主要是抓着你 政治上有没有问题 那李源潮现在政治上有没有问题 还有什么用啊 放过他算了 这一次的露面 还是不错的 但是 并不意味着他安全着陆 因为一直想到政治上这个东西 有时候是你死我活 有些人就觉得不能给李源潮这个全部的机会 还是把他灭掉 但是李源潮很显然 就是纯粹是边缘了 他出来出现这个政协会议的原因 完全是因为他挂一个头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这个头衔要到明年三月份开的两会 也就是全国人大会议上才会把这个职务拉掉 所以在这个之前 只要他没有被正式双规 他来出现这个活动其实是比较正常的 这就是我讲的政治机器人理论 政治机器人理论它是有一个规则的 谁出现这个财务会 谁不出现 这是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 不仅是针对李源潮 所以李源潮是个指标性的人物 但是李源潮的露面 和哪一些的露面哪些的不露面 这个里面是由机器人决定的 政治机器人决定的 我们在这个央视的视频中间 还看到一些人 比如说这个张高丽和张德江 他们也不是常委了 那他们是以一个什么标准才进入 这个里面除了这个张高丽 张德江 这个还有这个马凯 虽然他们已经不是政治主委员 甚至不是政治主常委 但是他们仍然现在担任的职务 比如说张高丽现在还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张德江还是全国人大委员长 那么这个职务也到明天三月份在解除 那么马凯是铁定退休了 因为年纪大了 他是国务院副总理 明天三月份以后也不担任了 但是现在他仍然是国家的副国家领导人 所以他们出席这个会议是正常的 而这个出席的标准 我刚才讲了 是政治机器人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 他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来的 只要你现在还是担任没有退下来的副国家领导人职务 那你就有资格来出席的财务 比如说范长龙 范长龙 我们导播看一下那个照片 就是穿那个军装的范长龙 范长龙他也不是政治委员 他也不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那么这位同志 这位将军 为什么还能出席一个财务 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职务 叫国家军委副主席 国家军委副主席 国家军委副主席 才解除 这个就引起我生气了 为什么引起我生气呢 你这个解放军 是中国人一党之军 因为是党领导军 他长期以来居然反对军的国家化 反对军的国家化意味着什么呢 反对军的去保护国家 而是让军的变成保护党 那你不是开玩笑吗 如果你跟他搞一个私家军 而中国的法律允许搞一个私家军 那你又是党的 那你就自己去养啊 因为你跟国家没关系啊 那如果你去反对国家化 你为什么要搞一个国家军委呢 国家军委 纯属是虚色的 他就是 一个班子 两块耙子 对吧 那么现在就是不能不累嘛 范城隆不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但是他又是国家军委副主席 请问他的兵在哪里 他指挥什么 他在干什么 他的办公室在哪里 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因为他在名义上挂了一个国家军委副主席 所以他还能够出席这个茶会 所以中国这个体制啊 你不能认真 一认真就是一片错乱 对吧 那你根本就应该取消国家军委嘛 对吧 你都反对军队国家化 你怎么能不取消军委呢 你都反对军队国家化 那你怎么要国家用税收去养你这么庞大的军队呢 对不对 你要反对军队国家化 你党养一支军队 那国家再养一支军队嘛 对不对 那你一支军队叫中共军队 一支军队叫中国国防军 所以他整个体制一片错乱 这种错乱的体制 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 没有改革开放 早就垮掉了 今天我看小平同学的节目 讲了个中美关系 他是讲得很有点子上去了 而且他请了几位专家 这个星期 一个是杨经理 一个是顾与群 这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 都支撑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没有西方政府的支持 这个中国政权未必还存在 所以有时候我们感谢西方政府 因为西方政府它有时候支持中国的人权 关心中国的人权 但是你仔细看看 关心的程度是很低的 他们支持中国政府才是真心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中国政府才给他们利益 这个是体外话 不能讲太多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茶话会 刚才说的有些想不到 可能觉得不应该出席的人 他出现了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挂的名 民意上的头衔 但是有些人呢 我们觉得应该出席 他却没出席 比如说王岐山 王岐山和刘云山 我们两个人凑在一起 讲两座山嘛 幸亏不是三座山 他们是不应该出席 而不是说他们应该出席 没有出席 为什么不应该出席呢 因为这两位人纯属是党的职务 他们之所以在过去出席 是因为他们是政治局常委 或者是政治局委员 人员呢 就是出席这种会议 但是他们除了党的职务 他们没有这套职务 比如说刘云山 他的主要职务就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接中共中央书记区常务书记 那么这个职务已经没有了 他在政府系统里面完全没有职务 那么这个王岐山也是这样 王岐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接中纪委书记 这两个职务都是党的职务 党的职务基本上在十九大 除非你新担任了党的职务 否则的话 你就从职务税率里面就拉掉了 所以王岐山和刘云山 他没有出现是非常正常的 非常正常的非常应该的 不当然 这个里面大家有很多传说 网上就说 哎哟 因为刘云山是被查了 对不对 这个就跟李源潮一样的 露面了 并不等于安全了 因为有人还是想告他 对不对 不露面了 并不一定他就有遭殃的 只以为他不符合参与 这个查委会的资格 他没有正式的 他就名义上 他已经完全退休了 当然王岐山 大家现在在传说 他是不是当国家副主席 如果他当国家副主席 那是不是就出席这个查委会了 不是的 因为国家副主席第一 还没有产生 第二 谁说他一定当副主席啊 这个故事很好玩 他当不当副主席 都是一个有趣的戏 但是这个不合适在新闻时事谈 我要在点点今天事里面好好谈一谈 又要点点今天事做个广告 因为王岐山这个事情我拖了很久 看样子在这段时间谈一谈他 他是不是要谈当国家副主席 他是真的像南华早报报道的那样 他联系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吗 还是他不会执任国家副主席 请看点点今天事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呢 最近几天 就最近几天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点点今天事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新闻时事报 因为新闻时事报是我们未来明镜新闻台最重要的节目 就是我们要全世界发生最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尽快报道出来 而且尽可能能够提供一些现场的视频 像昨天纽约发生的火灾 那我们反映的是相当快的 但是我们的人力远远不高 我们的资源远远不高 我们真正要完成24小时的报道能力 还要几个月时间 所以我们新闻时事报呢是最快最新的 如果您其他的我们后续的节目呢 会做详细的报道 但是只要消息一出来 我们在新闻时事报里是会第一个报道的 希望未来能够达到现在我们达不到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不能吹 网友是这样的 你讲到谦卑一点网友还会支持你 你要讲到这个话稍微自满一点网友就会打死你 那我们回到这个潮华会的话题 刚才还有这个刘云山我们还没有说到 我刚才已经讲了 讲了我就差不多 因为刘云山他已经没有担任这个职务了 我是不是刚才讲错了 刘云山是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局常务书记 我是不是讲了王岐山 因为我老子有算短路 他也是一样的 因为他什么职务都没有了 但是因为刘云山 我们因为早几天聊 聊到田成明 聊到这个田成明 说刘云山当年时候田成明把刘云山 有一个同学名提为新华社芒果奔赛记者 这个推特上面我看到一个刘迪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北四大一个小女孩 还是北京四方学院那个小女孩 反正很有名 他以前有一个名字叫不秀刚小了 老鼠 这个很年轻 一个女孩 他发表很多见解 大家觉得很了不起 见解很深刻 他那个里面讲了 是我的爷爷提拔了刘云山 我看到了这条 我原来开玩笑 有的人开玩笑 有人就马上跟一个贴子说 应该写成是 你的爷爷提拔了刘云山 及时后发现 刘云山小姐是很认真的 她讲的是她的爷爷 真的是西龙华社内蒙古 分社的时候 具体提拔了 我这个世界很感兴趣 我就问她 然后她就回来说 我得回去问我爸爸是怎么回事 但是有一些事情正是我们讲的 因为我们只能跟简历 一些档案 或者是他们的资历 进行一些交叉性的数据的对比 但是远远不如真正的当事人了解情况 明镜这个电视 新闻时事报 越来越好玩的地方 就是我们和网友是连接在一起 我们不可能 你最聪明 只是最丰富 你最有洞察的 也不可能跟这么多网友比的 所以我们的新闻 跟网友之间怎么连接 也是我们未来新闻时事报 能不能成功的 最关键的因素 因为我们不想办一个 传统的电视新闻报道 所以呢 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 欢迎在推特上面 follow和平先生 然后提供一些有趣的线索 我们会认真地研究的 嗯 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茶话会啊 就是说 党内呢 它有一些自己的规则 可能这个您觉得茶话会上 谁出席 谁不出席呢 是一个政治风向标 但是实际上呢 它可能不是您想的那样 还是要来看我们新闻时事报 给您分析 哈哈哈哈 最后吹一下我们节目 那那个感谢您今天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